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ICEC基督徒看新闻时间 我是文华 我今天请我们的李弟兄 来跟我们大家谈一下这周的新闻 文华你好 观众网友听众 大家好 耶稣爱我们 这个这周也有很多特别的新闻 基督教界有一个新闻 比较吸引人眼球的 就是川普总统突然来到我们维州的 麦克林巴伯 Church 然后我们的麦克林巴伯 Church的牧师 就为川普总统按手祷告 求神赐那个智慧给他 这个好像有一些基督徒 在他们的这个群里面讲说 不应该给川普祷告 不应该给川普按手祷告 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论据是什么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 我知道这个新闻 6月2号星期天 上个星期天 下午大概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我们的川普总统突然的来到了 麦克林巴伯 Church 在威尽尼亚非常大的几千人的这样一个教会 去要求参加 然后呢 当时的牧师就请他上台 为他进行了祷告祝福 为整个国家 为川普总统所做的事 怎样的治理国家 他的祷告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美 但是至于谈到很多批评声音呢 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首先什么是祷告 祷告其实雅各书五章十七节里面 讲得很清楚很多了 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圣经也讲 你们祷告 求任何事情 只要信 就必得着 然后也讲到以利亚 他祷告上帝 三年半不下雨 上帝就听他的耶和华就不下雨 然后看时间差不多了 撒木尔上也有提到 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讲 时间差不多到了 然后以利亚就去祷告 雨就降在这个地上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 而且圣经上有 两百七十处多的地方 都提到祷告 祷告的功效 所以祷告其实是与上帝沟通 跟上帝在天上的属灵的灵界 进行调兵请降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你的意思是说 上帝也听人这些祷告祈求 当然听 但是要听圣徒的 听牧者的 听有信心的人的 基督徒 使徒和信徒 他必听圣经当中太多了 祷告的 从各样以前的先知 到后面的使徒 新约时代的 都是一祷告 神就听 耶稣基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 骑士 一并赶鬼 那不是 保罗彼得 所有的使徒 他们神所爱的 他们圣洁的 神必听祷告 那这个 麦克林巴巴 确记的牧师 为撞木祷告 不是一件好事吗 应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必须的 因为圣经上也有 创世纪47章都有讲到 连雅各到埃及地 当时的埃及地 跌良 他多次的为当地的 当时的法老王 进行祝福 祈求 其实这也是 祷告的一种形式之一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一贯是支持 为执政掌权者 祷告 为整个的国家 为治理全球 这个权柄 智慧 很能力祷告的 所以为川普总统祷告 是绝对是应该的 必须的 我们基督徒 全美国的基督徒 是因为再上个星期 就是一个 Franklin Graham 他是Billy Graham的儿子吧 就是要兴起一个 为川普总统祷告的 这样一个 全球性的基督徒的 这个祈求 就是大家都祷告 所以呢 我想川普总统也正好 也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和祷告 然后去了 McKinnan Bible Church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总统 他说明他敬畏上帝 也愿意服侍上帝 愿意按照上帝的法则 和圣经的真理来治理国家 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 你看在整个的美国历史上也好 别的国家有多少 这样的总统 愿意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去请一位牧师 牧者替他祷告 而且为治理国家祷告 为家庭 兼顾的一个家庭 玩祷告 所以呢 那些批评的 我也看到一些 他们批评的理由和原因 就觉得好像 川普总统不值得 牧师去为他祷告 因为 他们因为指责 川普总统以前的 个人的一些行为 或者说 对他个人的 品素质 品格进行有争议的 就其实说实说白的 哪一个总统有完全的 人都没有完全的人 总统都是一样 何况川普总统 他以前的对他的一些 很多的媒体上的抹黑 诬陷 其实都没有很好的证据 对不对 最近最大的一个通俄门事情 对不对 搞了那么多年 浪费了多少我们纳税人的钱 但是最后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最后不得不撤诉 但是呢 反对者 反对派 还是在继续的攻击 川普总统 和川普总统的执政团队 因为这很简单 因为我们从圣经上角度看 所有的魔鬼撒旦的攻击 一个上帝的使者 仆人的话 他都是先 对他进行怀疑 进行质疑 然后造很多谣 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然后就启动一些司法的程序啊 因为美国是个 是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嘛 司法 行政 和立法 都是独立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势力 就开始调查总统啊 其实是对整个川普总统 对整个美国人民 是不负责任的 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犯罪行为 现在也有 我相信 川普总统团队 还有美国人民 很多的呼声要求 对这些诬陷的这些人 要进行法律追逐 对 我觉得如果 美国在这方面 他那个自由被滥用的话 结果就是这样 他们那些人 反对这个当权 当政的这个党派的人 就是在野党 他可以滥用这个自由 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 他只要提出一个质疑 就可以随便花我们的钱 去做调查 调查都是那些 子虚无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新的一届 这个总统 我也支持他 这个一定要立法 不可以这样的 随便浪费我们的 纳税人的钱 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 都是加紧祷告 因为祷告是有功效的 祷告上帝会随听的 只有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 凭着自己 圣洁公义的心 祈求上帝 必定能 上帝能成就 就必得着嘛 信 圣经讲了很多了 对 我们 我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是什么呢 是一个talk show 一个就是非一美国人 他在主持一个talk show 就是在调侃Trump 讲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像叫人来笑话的 笑话总统的 他就给我看 我看了以后 我就说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啊 你可以随便调侃总统啊 如果你到美国 那个新闻博物馆去看 哇 多少个频道里面 都在放那个调侃总统的 还弄那个金黄他的头发 那个把它描绘成个小丑的样子 我说 但是所有美国人 他都知道 这个你是在 叫什么 利用这个总统 利用这个国家给你的自由权利 是把自己的这个 关注度提高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 你试试看 你胆敢 你在野党 你胆敢去 搞一点点这方面的话 你说说看 早就跟你扔到监狱去了 是的 所以这就是个巨大的区别 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专制的国家 巨大的区别 因为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人 每个人都是有平等的权利 都是彼此尊重的 但是呢 又是有自由的 你对一个公众人物 你可以有自己 发表自己不同的言论 观点和想法 甚至丑化许多政治人物 在美国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不要做过头 其实如果进入了诬陷的 造谣的诽谤了 那是也要得到法律制裁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其实要学会有分辨力 把这些evil的东西啊 做的已经到了一个 诋毁 污蔑这些人的角度的 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 这个自由泛滥到已经敌基督了 我觉得 不尊重人 他就是总统啊 允许你公众人物 允许你调侃 但是你要尊重他是个人 对 是的 那法律是对是很重 基督徒要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很大的新闻 对我们华人来说 就是马上今天晚上开始香港有一个大游行 二三十万人要上街游行 你能不能套回一下这件事 对这个主要是香港最近因为香港港督吧 林郑月娥 对他主持操控了一个好像逃犯条例 就是说在香港可以有任何的理由 或者某种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把你送到大陆去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转折点 对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 能够保持香港仍然是以前那样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在英国人治下的这是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如果这个逃犯条例被通过的话 那就是香港已经完全进入一个黑暗时期了 已经根本不是所以前所约定的 所中共和英国政府和香港人民所承诺的一国两制 这个已经完全改变了 完全摧毁了毁灭了香港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制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关键转折点 最近美国的斯蒂夫班农也在各个场合 向美国各界已经表明和阐述了 现在我们全球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 因为全世界的西方各界领袖们 各个商界的等等 都是已经包括美国人民了 都已经看透看穿这个共产专制制度的邪恶 和过去的二三十年在世界上所做的孽 借着世界上对他们 对我们其实华人大陆中共这个政权的联名和抱有期待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说这个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 所以呢他说这是个历史转折点 我相信就是包括讲香港 但是我们看今天晚上他的大游行以后 看事情演变发展成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进行镇压或者进行任何的情况的话 我相信世界上会有大的变动 我根据我对香港人的认识 因为我以前为一个香港基金公司工作过 我觉得香港人就是整天埋着头挣钱 天天匆匆忙忙的去叫闻钱闻钱 所以如果真的这一次大家还是那种 就是中国人的习惯就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这种状态 拼命低着头闻钱的话 我估计那个闻钱的环境也要被这个改变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真的会去上街游行 据说会有二三十万 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希望这个香港人民能有平安 能有自由能有公正公益在那个地方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 我比较就是有疑问的一个新闻 就说这个马斯克他现在在抢占那个空间 放那个卫星到空间 卫星轨道 卫星轨道 他的这个事情现在这个进展 为什么他要这么积极忙忙的去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他背后是美国 因为他好像看起来不是国家行为 为什么这个事情他自己会去做 因为航天轨道国际上有个规则 谁先占领这个轨道 那就谁就先占有 后面的人不可以抢 如果能来抢或者破坏毁坏的话 那就是战争 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或者商业行为上的战争 这是很严重的 就像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一样 所以美国现在马斯克 他的发射航天航星的轨道 他的成本比较低 技术比较高 然后他一次发射就可以把60多颗的 卫星轨道给占住 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策略性的一个行为 因为以后就是太空站 因为太空站轨道卫星越多 你就更加可以服务地上的各个国家的老百姓 我举个例子讲 现在我们都是WiFi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要花钱买 但是他们说据说很快美国明年吧 可能就可以WiFi从卫星上覆盖下来 所以整个美国国内的所有的老百姓 美国人民可能就不需要花钱用WiFi WiFi就任何时候24小时都是又快又准 大家就不用不需要花钱 那这是个民用上面的 如果在军事啊各方面 别的商用啊这个方面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了 他的这个随着5级的发展 据说又再据说是美国直接跳过5级 进入6级的发展 那就这个在太空上在科技上的 美国要抢先在中国前面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策略性的 一个非常好的 当然他还有你刚才讲到 他有商用的目的啊 任何政治啊或者国家管理啊 这个都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挺好的 对最近因为有一个那个中国出来的一个富豪 他在那个新闻 他的叫自媒体上爆料 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人好像这个有点不自量力吧 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啊 但是他昨天前天突然爆出来一个消息 这个卫星上天好像跟他有点关系 对据说那个马斯科他那个叫特斯拉嘛 他总裁他的很多的资金 特别是航天轨道的许多资金的来源是来自于叫阿卜都拉的基金会 而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的大股东超过50%股份的就是这位富豪吧 他出来爆料了近两年了 但是整个世界的隔绝变化了 这个是事实 我们看只看这种事实怎样的发展 他所预测的许多事情都非常的准确 自己各个政府都已经完全看到 而且证实了他爆料的准确性 然后整个世界为之而改变 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贸易战和今天的中国中共政府是那样的被动 但是呢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政府 他们分析的很清楚 是他们是反共不反华 他们是反这个中共政府 但是不反中国人民 这个已经也形成一个共识了 这个非常好 这个是世界的这个政治人物的做法 但是从我们基督徒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不是跟着这个政治人物走 我们只是要伸张神的这个福音 他的公正公义公平 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可以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为他背后的力量来祷告 因为任何的政治人物他做的事情 他背后都有一个灵界的力量 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 附上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责任 就是我不想说 一个恶人下去了 上来一个还是一个恶人 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 能够接受福音吧 能够这个打开这个大门 接受神的福音 这个才是真正的救赎 对中国人来说 政府跟替政权的交换 最终我们愿意神的天国 神的法则 能够降临在我们华人世界 降临在整个的地球上 就像美国一样 有这样的圣洁的基督徒 愿意为这个国家祷告 成为这个国家的磐石 这才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的 真正能够幸福生活的来源 和根基和依据 无论如何 现在这个世界局势 每天都有一些 让你意想不到的新闻爆出来 然后我也知道 在欧洲又有炸弹 又有恐怖事件 所以这个世代的黑暗 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 我们都追求和平 追求就是彼此相爱 能有个平安 稳定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想在这些事件面前 基督徒也不是躲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要就是发出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把神的福音 在还能传福音的时候 把它传给地上的人 对 我们今天的新闻就讲到这里 能不能请你做个结束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 让我们能从属灵的眼光 看到整个世界的格局的变化 各个国家政权根梯背后有属灵的推动 也有上帝在看顾 愿我们再一次的感恩祝福 有川普总统这样 愿意听上帝的话 愿意听按照牧者牧师的祷告 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国家 愿上帝你给我们的川普总统 给他能力智慧权柄 来为治理美国和全球 真正世界的发展 而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治理 主谢谢你 愿我们华人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能够看明白这个属灵的事实 透过万种纷乱的现象背后 是有灵里的力量 有上帝的天使和魔鬼砸蛋 之间的征战而发生了所有的事情 主愿我们都愿意认识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